台湾的经济恐怕陷入最危险的L型经济 什么叫L型经济 很难救吗 而且就担心台湾的未来会陷入新平庸危机 这又是什么呢 好担心台湾经济的现在跟未来 彭总才读到什么 我们今天为您说明白 台素 在越南的炼钢厂为毒鱼事件郑重道歉 只是现在越南民众 抗疫的情况会是越演越烈 会不会造成了暴动 而且此事如果扩大的话 会影响到在越南投资的台商吗 台湾越南之间的彼此贸易关系 会有所冲击吗 好奇怪 明明是住在台湾 国籍是中华民国 明明我们买的是台股当中的股票 为什么莫名其妙 我收到美国国税局寄来的税单 真的很奇怪 好多网友在问 您的疑惑我们压轴放在11点钟 带您看清楚 为什么买的台股竟然收到了美国的税单 专期进来为您邀请的是波浪大师 逊哥您好 晚安 日韩好 各位投资朋友 大家晚安 股市成龙 崇大哥 您好 日韩好 各位安排朋友 大家好 深入产业的伯杰 伯杰您好 晚安 日韩好 大家好 盛长筹马的天敌 天敌您好 晚安 日韩好 各位晚安 吃掉了台北股市 今天继续涨 涨了71点 收在8738点 8700点 胜利战上连续五根的红K棒 更重要的这个礼拜 果然是渐入佳境 因为请看 周K棒如此之红 看标题 它总共大涨了261点 不要小看这根的长红棒 它摆明的吃掉前面 两周的黑K棒 一长红吃二黑 您说它厉害不厉害呀 所以下个礼拜呢 那贵买 贵买也是一样 交出好成绩单 周K吃掉了前面的黑K棒 因此下周呢 两大市场 三大法人注意到了自营商 今天是在卖的 而标题当中写着 心态没有那么偏空 依旧自行是买住 但外资 昨天跟今天都一样 好厉害呀 外资买超呢 金额是超过了100亿元以上 连续两天 它已经是今年以来第14次哦 买超金额超过了100亿元 而四买之下买超的总金额是305亿元以上 这是外资的动作 不过外资动作提醒您下个礼拜还会这么积极踊跃吗 香港休市 今天特别提醒您雅谷呢 香港适逢特别行政区的成立纪念日 所以港股放假休市一天 而雅谷呢 多数是呈现的红 说到了台股还真的 金金掌 所以台股就这么涨上来了 今天呢站上8700点 莫非跟昨天的央行这场会议有关系 昨天如我们所料的 果然 央行降息半马 把基准利率降到了1.375% 所以降息之后 大家不想把钱存到了银行 钱就多得不得了在市场当中 钱多嘛 闲钱就买股票 是这样吗 这是乐观的看法 但是呢 这么一降息半马 担心的两大隐忧出来了 隐忧一 这是昨天呢 彭总裁没讲到的 今天我们戳破它 因为呢 这么把基准利率呢 降下来之后 发现到各大银行 大家的定存利率也会跟着降 也就是我把钱存到了银行 存了一年之后 不好意思 我所领到的一年定存的利息 竟然只剩下1.08% 但是我每天要吃啊喝啊 买的东西越来越贵 消费者物价指出CPI 简称通膨率 竟然呢 现在是来到了1.09% 所以呢 把定存利率扣掉了 CPI通膨率 就是所谓的实质利率 您看 现在我们的实质利率 竟然掉到了实质负利率 如果日后 我们的基准利率降到了负 那代表我们钱存到的银行 跟欧洲 日本一样 都是没利息钱的 所以实质负利率 已经为未来的利率 变成负值 而预做准备再做预告吗 担心第一个 这彭总裁昨天没讲 第二个 总裁讲了 也是更大的隐忧了 因为台湾的经济 恐怕陷入L型 什么叫L型 我先快速念过一遍 陈龙会解释 台湾经济是最疲弱的L型 如果全世界的经济复苏力道 继续是偏弱的话 那么将陷入长期的停滞 新平庸 什么又叫做新平庸呢 新平庸投资不足 然后就业疲弱 低信心 低成长 低通膨 经济成长低于长期的平均值 请问一下 为什么台湾的经济 会陷入很糟糕的L型 它代表什么 这番话 彭总裁 他最担心的是什么 对 基本上 他所讲的就是 到处台湾最近经济的一个困境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毕竟来讲台湾是一个岛国 所以全世界的经济 如果好 我们就会好 全世界经济不好 我们就不会好 那过去这几年 全世界的贸易量大幅的往下降 这个是一个事实 所以各个国家都在救市 当然救市的背后 也就代表经济不好 那经济不好 台湾怎么会好 然后第二点 这个最重要 就是说我们最近这几年 我们的出口 都过度集中在中国大陆 那大家了解 中国大陆最近都在调结构 什么叫调结构 讲白话一点 就是它希望能够转型 去产能 对 然后去产能之后呢 把很多的过于比较低阶的 这些东西我不要做了 那不要做了以后呢 我很多的原物料 我就不要进口了 那你不要进口 那你台湾就会被牺牲掉 甚至我很多东西要自己做 红色供应链就是这样来的 我不需要你台湾了 我已经自己会做了 所以我就减少 对你台湾的一个下单 面白楼梨 半导体等等 对 所以这就是 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困境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这个彭总还讲得很清楚 他也呼吁在座的 当当时很多的记者很年轻 他就说要多生一点小孩了 因为台湾人口太少了 平均一对夫妻才生1.1个小孩 仅次于德国 我们是全世界第二低的 所以你想想看 这个人口如果再这样持续负成长 那会变得非常的严重 尤其现在我们变成一个小孩 要养几个老人 这个状况跟日本就会很像 所以这个状况呢 当然这个所谓的小孩少之外 现在很多人只要到了长假 就出国玩 你看那个日本团团爆满 几乎都是台湾人 国内住一晚的饭店 可能就要1万多 所以玩国内反而比 玩国外还要来得贵很多 大家才会这样 对 我觉得最近应该 路客来得少一点 所以现在可能会有一些 关关放的要降价 看可不可以刺激一下 国内的旅游 我觉得彭总还讲的话都对 这个句句都打到要害 那只是说怎么做 它是一个问题 那我要特别的强调 什么叫做L型 L型其实就是最不好的状况 经济复苏的情况有三种 一种是V型 一种是U型 一种是L型 我们先讲那个L型 L型就是说 像最近这三年的全球经济 你看全球政府怎么去救 我财政支出也支出了 然后我货币政策也用到底了 我甚至我只差没有 坐直升机撒钞票 救了半天还是没有用 没有任何的希望 这个就是L型 因为那个镜头在哪里不知道 所以我们来个白板画给大家看 其实跟这股市差不多 我问一下陈龙是不是类似这样子 如果您学过了金融经济学 大概都学过这一个 就是之前我们的经济可能还不错 不过从金而后换一个颜色 彭总才担心就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见到 已经走这一段 就是经济起步来 想要起来 不好意思又回到原点 想要起来 不好意思又回到了原点 也就是这个走平的 甚至有一点点滑落的 这个L型 这条线的平 不知道会平到哪里 如果万无止境 这是最欢乐的 对所以这个就是彭总才最担心的 我上一次听到L型 是在很多的房地产专家 在讲未来的房市 说是L型 那最近彭总才讲的是 台湾经济也是L型 这个很严重 那怎么改善 我们等一下再讲 那我们讲U型跟V型 这个过去曾经见过 我讲那个V型 V型大家印象有深刻 2000年 2008年金融海啸 对 那个股市这样 从9000点直接掉到3955 然后又从3955 很快又回到89000 对 那个就是V型 因为呢 那当时的台湾的经济体制很强 我们只是受到美国的世代风暴 老实说美国的世代风暴 那他们家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要受影响 所以我们很快的反应之后 就弹起来了 这就是V型 2008年金融海啸 当然也有U型 这个U型 我们要找2000年当时 2000年呢 当时是全世界 譬如说美国的网路泡沫 网路泡沫2000年 然后当时我们台湾 是以电脑为主 大家还记不记得2000年 我们称为叫千禧年 当时在讲说千禧年要换电脑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的电脑只有两位元 所以如果你到 他只认得什么99 那如果你跳到00的话 他会变成 不知道是2000 还是1000 所以电脑会当机 所以大家非得在千禧年换电脑 当时也让台股上万点 在2000年都上万点 是因为这样 因为大家换电脑 可是也因为如此 美国的网路泡沫 再加上我们的电脑的 这样子的一个 有点泡沫 所以整个就崩盘 那崩盘了以后呢 这几年打底打得很辛苦 那这几年呢 我们台湾也做了很多的转型 从电脑业 慢慢转成 nbook 慢慢转成 网通 慢慢转成很多的一个 其他的消费性电子产品 我们才又起来 所以这个叫打底的过程 是不是这个画面上 我们因为可以说 大概打了三四年的 EU才打出来 所以我要特别讲 EU型要怎么样 才能够起来 第一个你的产业要做转型 要做升级 因为你如果还是在电脑的话 那没有今天的台湾电子王国 所以我们要跟着去做转型 所以这个彭总裁也讲了 这个未来台湾经济要怎么改善 他讲的改善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从L 变成U 对不对 第一个 你要改善投资环境 我们很可喜的说 我们最近看到很多 什么苹果来台湾设资料中心 Google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很不错 对不对 或设什么研发中心 能不能够再多一点 让大家有一点那种 虞群效应 就都涌进来 改善投资环境 那这个政府的执政效率 很大的关系 第二个是产业结构 这个我们新政府已经有在注意 但是速度要更快 甚至要落实到实质的产出 你不能只是一个概念 然后只是一个小产业 然后最后营收多少 产出对经济成长率多少 不知道 那这个是要落实 第三个 那彭总才直接建议 就是说你不能每天都看 我的货币政策 政府你也要财政政策 你照桥铺路 该做的公共建设 就像我们机场 一天到来漏水淹水 对不对 是不是要去改善一下 这个是政府也可以做的事情 所谓的货币政策 就是刚刚总裁 那个陈隆所提到的 印钞票 或者是降息 这些QE都叫做货币政策 可是发现到我们台湾这几年 这个财政政策变得很少 财政支出基础建设 改善一些的基础建设 政府多支出一些 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 这些都算是财政政策 这一方面 其实不是只有我们彭总才担心 连叶伦都说过了 现在要救全世界的经济 只有财政政策 因为货币政策都快没效了 对我觉得台湾这个地方一定要做 为什么很多人常讲说 你看日本造了那么多的桥 铺了那么多路 经济还是很烂 但问题是我们的基础建设 老实说跟日本差很多 还有落差 你去各观光景点 我们很多都在上厕所 是用流动厕所在上的 那个都必须要改善 因为我觉得只有改善的基础建设 观光客才会来 我们才能够赚到很多的钱 宇宙新城的这一大段 昨天的彭总裁会议开完之后 大家盯着是他降息的半码 但是其实他太忧心了 他忧心的是台湾的经济大未来 我听到L整个心都凉了 怎么办 如果那个L的底能够慢慢的垫高 希望变成成龙的EU了 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 我们的经济太过依赖外贸出口 而外贸出口当中 又是出口到中国大陆市场为主要 结果您看中国大陆 我们帮您做了一个PMI PMI当中红色那一条是制造业PMI 中国大陆希望从世界工厂制造业为主 转型为服务业为主的世界市场 转得顺不顺 看起来不太顺 因为就算现在服务业的PMI来到了53.7 可是制造业部分依旧是载幅载成 差一点点摔到50以下 微缩衰退 所以他们在转型 有一点点怕力道不够 转得不成功 股市不太动 会市也是一样 您看今天的人民币好可怕 人民币昨天我们在南科办那一场免费的讲座 就发现到人民币好像压不太下来 还越贬越凶 昨天如此今天更是一样 今天的人民币在往上是贬的 贬破新低 6.6586再改写了五年半多以来的 人民币的贬值新低的水准 而人民币再看我们台币 最近有点分道扬镳 人民币贬得好重 五年半来新低 你看台币前来好像挡不住 连续五天的强升 今天强升还爆出了十亿美元以上的大量 所以这两大现象 天敌你的看法 对我想人民币的一个贬值 主要来自于它经济面的一个体质不好 第二个部分就是资本资金的一个流出 就是A股没有纳入MSCI 所以造成外资的重新的一个流出 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其实他们允许吧 人民币如果说要他要管制的话 其实他要升值就会升值 要贬值就会贬值 所以我想这一部分允许的一个价格 中间价大概是在6.8 当时有讲到 所以天敌老师您所提到的是 现在人民币的走贬 是在他们大陆官方的默认之下 默认之下 是不是为了要旧经济带动出口 对不对 对对没有错 所以一般来讲贬值 它会造成这个产品出口的一个竞争力 因为产品的一个价格相对来讲 就会比较便宜 但台币的状况又不太一样 台币的经济不是很差吗 刚刚陈龙也讲到了 这是我们是L型的一个经济 我们好像在谷底爬不起来 可是我们发现到台币却是在升值 这就很妙 为什么很妙 因为台股 这一部分的资金流进来 是因为台股 它具有的一个所谓高现金值利率 这个概念 所以我想台币的升值 主要来自于热钱的流进 所以如果我们进去看外资的买卖超 你就会发现到 他买的部分 大概都是全职股 所以这几天其实股民是很郁闷的 为什么 因为小型股几乎都不太动 都大型股在往上走 不过我们也有点点小担心 你看台币最近升得又急又猛 又快32.218升了6.8分了 32.218做收 来到了一周来的高 我为什么要念那个数字 因为别忘了台积电把它的汇率 升能够容忍的范围 你如果升太多 它要提列汇损的 定在32.3 今天是升破的 跟大家做点掌握 所以天地老师说的好 外资的热钱钱来了 前来了 你看台股今天外资又大买超 期货多单 好可怕 今天一定要在第一段先看 6万8以上 史上见到的 台指期外资进口数的多单 6万8以上再创下历史新高 所以你认为台股1万点 2万点 来这不成问题吗 错 今天我问了好多的期货专家 帮您得到这个结论 然后听看看 博捷的解读了 赶快 其货的多单 平创历史新高 背后的意义呢 1 台湾的基准利率 就是刚刚看到的 央行那个基准利率 相对比较高 因为欧洲日本人家都负利率了 因此呢 我们利率比较高一点点 外资的钱还是汇入 所以台币深可理解 第二个 外资的热钱进来 进来投资什么 这才是重点 投资股市吗 这两天才看到它大买百亿 可是呢 前面呢 前面大盘是没量的 所以呢 如果下个礼拜 又买盘大缩手 那会不会因为股市又回到没量 它又不爱了呢 重点在这 如果不爱股市 转做期货市场 现在摆明了 它是买期货的多单 期货会不会是因为 看逆价差 来看 逆价差这么大 所以呢 买便宜的期货 反正到了7月份 一定要结算 结算之后呢 如果涨起来 我多单就大赚了 是不是这样 再看第二页 多单的解读 多单是真心做多台股的吗 错 选择权 借券都偏空 来看一下借券 借券今天又爆出了大量金额 你看94.9 跨比近百亿了 然后来看一下 那个选择权 选择权看空的 这个都是看空的 有没有看到 总口数18万 大过了 看多的15万 所以回到刚刚那一张 现在呢 如果真心做多 为什么选择权跟借券会偏空呢 我问期货专家 他们告诉我的 只为了套利 很简单 大约4万多口 十多单 看多台股 网上推的只有2万口左右而已 结论就是 外资期货 超过6万多口 历史新高的多单 不是真心真意 看多台股的伯洁 其实也不能说 他不真心真意 但是确实 他是有在做套利 尤其是最近大家看 最近在除全息 对不对 外资就是利用 期货的这个多单 现货的买超 另外包含 之前看到 不管是台湾50 T50返 甚至加上借券 在这里面做上下骑手的动作 所以你才会看到说 期限或同买 然后期货为平仓 进多单 创利时新高 但是怎么 借券又报这么大的量 那这种现象 我认为到这个8月底 9月之后 就会慢慢的又恢复 到以前比较正常的状况 你看得比较远 我倒是担心7月 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三 本土期货要进行结算 会不会这样的格局 将在7月份的第三 现在已经7月1号了 应该说 这个月的第三个礼拜三之前 就见到多单大减 逆价差收敛之下 他们的买盘就缩手呢 我想还不至于 为什么 因为瑞涵后面担心的 会有两个变数 第一个 7月大概15 16号以后 美股的超级财报周到起跑 这边是一个 再来7月底 有一个联总会的 这个利率决策会议 但是在这之前 你看英国脱欧没事 大家要拆联总会不升息 那是就有一段空窗期 那你看外资现在是 等于是买进来 多单也没问题嘛 那刚好除全息 台积电又已经 示范给你看 填息了 所以我认为后面 他会继续这样套 但是方向还是偏多 那等到结算完之后呢 新的方向出来 我觉得再去看 现在的循环 有没有打破才是重点 所以这个月的 第三个礼拜三 节算日 大家前前后后 还是盯着看一下 他这个期限货的差距变化 如果照伯杰所提到的 外资 他还是有一点一点 心意想要做多的话 那么炫哥 留给您一分钟 帮我们预告一下 下个礼拜的台北高期 基本上应该有 向上攻顶的机会 进广告 炫哥说攻顶 为什么讲起来 好像有一点点小保守 我们回到讲讲之后 听他看这个礼拜 他是不是要叫大家 真前顾后一下呢 不过说到了台股 提醒您 今天的电子好厉害 他竟然越过了 三月份那个高点 不过大盘并没有 这个礼拜的台北股市 还真的让人家有那种 倒吃甘蔗的感觉 越吃越甜 当然台北股市 说台股下周 还能够像本周 这么样的漂亮吗 炫哥来请上来 我已经好久不见 大盘的周K 请看 长红棒 而且是实体长红棒 有够厉害啦 一红吃二黑 吃到真的 又亮还越略放大出来 吃得漂亮 那桂马也是一样 你觉得奥勒拜 对 因为基本上 我们本来的趋势的主走 是这样 对不对 就是蝶四周 掌四周 这里是红一周 所以这里要黑一周 然后再来是连掌三周 我们本来是这样的意思 没错没错 结果被那个脱欧啊 搞乱掉了 对不对 大家都想留欧 怎么突然变成脱欧 这个就被它乱了 这一乱变成什么问题 就这个低点 就竟然破了这个点 本来是守得好好的 因为脱欧啊 大家走一下就下去 所以你看这个礼拜 就急救张 赶快啊 如果你是这样 对不对 应该是好一点 结果就变成这样 整个世界的局面 就被它搞坏了 然后我也冷静在 仔细的想说 这个脱欧 对这个世界 在这里出现脱欧啊 是好事还是坏事 但是我终结最后啊 我定位为好事 是好事 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是不是 对啊 第一个 它打坏了美国升息的阴谋 对不对 对 本来七月要升 换人家说 现在可能 因为老美每天都在想 什么时候要收摊 对 对不对 因为金融海啸后不是QE吗 对 大家不敢收摊 我们谈不上收摊 那个FED一直 已经讲好几年了 每天都在想 QE要收摊 对 我们最怕它收摊 这个QE收收 对不对 意思就是 QE是印钞票 是撒钱嘛 收摊的意思就是 升息 就是把钱给它收回来 所以升息动作 是个收结动作 我们最怕这个嘛 对 因为过去是这样涨上来 你一收摊 不是就要掉下去了吗 结果脱欧的事件 让美国好像有打破 就是像我们彭总台不是说 可能不会升息的 而且是今年年底前都不会升 我们看一下美元指数好不好 美元指数也许会说话 如果它会 还有升息的期待性 应该会继续往上冲 最近就是在96附近 因为英国脱欧的利空 大家去追买美元当避险 对 那我们就再观察看看 所以消极是 避免了美国升息 对 积极啊 说不定还进一步QE 对不对 进一步的QE 意思说 我还有第四次 还有第五次 为什么 因为那个是领导者的省思 大家都猜 英国是留欧的 怎么一摊出来是脱欧呢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普遍的大众 对执政当局不满 没错 对现有的体制失望 想要推翻 永扁就好了 管他的 反正执政的说要留欧 我就脱欧 我就看你不是你 对不对 你说什么就是错 对不对 是这样 结果等真正脱欧了才知道 事情大条啊 这脱欧啊 会失去很多权益 所以啊 这个会让世人觉醒 领导者会觉得 振兴经济 改善基层民众的经济 才是王党 逊哥这番话我非常的认同 麻烦帮我算一下欧元 好不好 欧元呢 是一欧元兑换多少美元 当时大家想说 糟糕了 如果英国脱欧 整个的欧盟的经济会垮掉 就你看欧元 看仔细了 脱欧之后破低点 欧元是这样 然后真正的可能有危机 要担心的是谁 麻烦您看英镑 我刚有说 英镑和欧元都相同 是前面数字 是一欧元一英镑摆在前面 所以往下是重扁的 往上是升的 你看英镑 英镑起步来 英镑这个位置 一英镑兑换1.3119美元 它是历史新低附近百度 所以有问题都要登进 是英国而不是欧洲啊 对 那说不定 所有的领导者有一个心理的 他只有改善经济 才能够真正扭转这样的态势 这个M型实在到极端 这个M型这样 不管什么样就会出现这一种 插枪走火 甚至以后还走火入谋 是这个问题 所以基本上我就觉得 或许是好事 那脱欧的事件呢 会死得 说不定7月份 我最担心的 我们看像美国的欧美 欧美除了会办除外 他们这个月都是89 我们来看道琼 越线 道琼的越线 对 道琼越K 好 越K 同学你自己再看 你要从金融海啸看 他这里 这里 同学你自己算 2008金融海啸 从这一根红算起涨点 这个月 这个月 7月89 S&P89 纳斯达克89 英国89 德国89 华国89 反正你高兴 你算欧美的通通89 只有会办除外 这么巧啊 只有会办 你看会办 会办 会办的89在哪里呢 会办 会办的89是这一根 4月 因为欧美是从这里起涨的 这一根起涨的 会办是这一根起涨的 所以会办的起涨也比较早 它是97年11月 欧美是98年2月 对 差三个月 所以会办的转折是4月 提早了 欧美的转折是7月 所以会办收黑 就往上走了 对不对 它现在是多头排列 对 那我们很怕剩下的 剩下它最好收黑 那如果脱欧这个事件 会让欧美收黑 那是天下大幸 对不对 我们最怕 它7月份创新高 道琼S&P 纳斯达克 7月创了历史新高 哦 8月你就要小心 因为转折的那个月收黑 日后才有期待性 对 所以你7月不用太烦恼嘛 OK 对不对 因为他们都创新高 你7月一定会赚 只是要知道要跑 如果它收黑 你要小心 不要被它洗掉 不要不要 就是7月它收黑的时候 是好的 你不要被它弄六皮 对不对 避免被它擦撞啊 就简单说 他们要收黑 对未来是好的 所以现在要警惕的是这样 那下个礼拜你说 听起来好像吞吞吐吐吐 为什么 我这样说 你先先看道琼 道琼这个月是89 他最好收黑 论周线 我们看周线 你看他的周线 周线 他是从这里长的 对不对 下个礼拜是21周 下周哦 是21周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下个礼拜道琼 他不是追这周也很厉害啊 他冲高了21周 那下下礼拜就要提访这样 他又是89又冲高了 如果89个月过这个高 21周又过这个高 那就是卖 就是要卖 避免啊 卖了等没事再回来 对不对 不然这太危险了 这个会不会蹦就下去了 那如果没有这样 或者下个礼拜 不只是我都算过了 道琼 纳斯达克 SMP 还有什么英国 德国那些都是这个 都是21 惠瓣也是21 但是惠瓣没有月线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稍微提访 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回到这个台股 台股的月线 我们先看月线 台股的月线 同学你发现了 今天是7月1号 对不对 7月1号 我们的年线欢红了 麻烦您往左上角这么一看 这个每一根棒子是一个月一个月 换句话说一年12个月 因此呢MA12 这一条就是年线哦 对 你有没有看到年线 炫哥说的翻红 有没有 箭头是向上的 我再把它画仔细给您看 就是黄色这一条 本来它是下弯的 今天上扬了 对 对不对 炫哥 你看弯起来多重要啊 这个弯起来有多重要啊 是的 如果这里弯起来 后面不是还有一大段吗 就变重要了 对不对 所以根据葛兰璧的八道法则 它判定长期多空 就是用年线做基础 所以它现在7月1号 为什么 因为7月1号回来 年线扣这一根 今天的指数就比这一根高 你说万一又掉下来 掉下来又黑了 但是没关系 到下个月是8月的时候是这一根 你总不会惨到跌破7203吧 对啊 这一波这个是7203啊 所以7、8月 7月扣这个已经翻红了哦 万一再拖延 没关系 7月欧美跌下来 我们等到8月 形势更大好 对不对 因为你总不 我们已经一年没跌破 这个7203了嘛 现在还8700 对不对是不是 对 7200 8700 7200 16500 6500点的空间 缓冲 对不对 你脱欧我们才跌一天而已啊 对不对 你能够怎么样 把我们要脱到哪里 不可能嘛 所以 彭总裁不用太悲观 对不对 什么L型 我是乐观一点 好 所以 我 葛兰碧的法则说 这个要上来了 对不对 嗯 如果没错 它不是这样吗 对 那我们已经到这里了 所以 这是形势大好 嗯 第二 你说 那会不会意外 不容易 为什么 十年线 同学们看到了 哦 这十年线 十年线 十年线现在在扣哪里吗 扣这里 十年线好 左上方再看一下 顺便教大家 因为呢 一年十二个月 十年线不就一百二十个月吗 所以你看这边 MA一百二十个月 有没有 它本来也是向上的 所以它现在扣底在这儿 也有利于大阪 往上推 现在是一六 对不对 所以它在扣十年前 不是零六吗 零六 对对 那你 十年线在哪里 在八千 对不对 对八千 在八千 对对对 我 八千 八千会碰到十年线 OK 十年线在 现在扣哪里 这里六千多 嗯 如果 我们最怕的是台股这样 对不对 你一定会听到 常看很坏的 末日博士 不是啊 就像是 对不对 这个它会怕这样 不会 为什么 因为没有那个本钱 对 为什么 因为我们十年线 未来会这样 好 扣这里 嗯 到八月以后 它会从这里扣到 九八五九 好 十五个月 未来十五个月 如果你要避免 十年线还转啊 台股这里 最少要涨一年 对不对 要拉过这个 九八五九 我这样 才会 才会避免 OK 好 我们把它消掉 那我告诉你统计的故事 这一条线是这样 嗯 对不对 嗯 这过去四五年是这样 请投资朋友 你回去 我请各位 把未来两年的 十年线画出来 你会怎么画 你是不是这样画 这样一定最准 嗯 因为根据 以往 它是一条线 台股上上下下 它还是一条线 就在这个角度 嗯 所以你未来要推估 就是这个线 从这个 抖度一直往外延伸 就对 好 有一个人说 我看十年线是这样 有可能 会以事实不符 因为历年来 从来没这样 因为它都是顺着 那个趋势 它没有这样过 对对对 你说 我就认为它是这样 也不太 也事实不符 对啦 最可能的就是这样 如果它是这样 那就代表 把这一段 剪过来贴在这里 它就会不变 对对对 趋势就会完全不变 我把这一段拉过来 那这样不是 有一年多的 多头吗 那这一年多头 是怎么来的 脱欧要两年 对耶 所以它脱欧的两年 这两年里面 不是大家都很怕黑天鹅吗 全世界的领导者都知道 脱欧两年 不知道会不会带来 全世界什么灾难没有 现在大家都说有影响嘛 脱欧两年会造成欧元区 欧盟瓦解 欧盟瓦解就脱火全世界 对不对 好 现在大家有一个借口了 在未来两年 英国脱欧的这一段期间 不能欧别来哦 要很小心哦 经济哦 听说有冲击哦 所以我一定要QE游离 对不对 振兴经济 好方案 没错 这两年 我们就换取这两年 对不对 说不定 所以我说脱欧 我想一想 好事 那台股来讲 因为下个礼拜是第八周 我们看看 所以全世界是二十一周 我们看我们的周线 台股就OK 我们现在是 台股今天创前高了哦 这一个一路过来 现在创前高了 对不对 这一个创他这个高 这一个又创高哦 下个礼拜回来说不定 这不是有两个高吗 如果都过了 这样才符合我们台股啊 前途的问题 那因为下个礼拜是第八周 这个是涨八周 这个是跌八周 那这里是不是涨八周 只是这样而已 好 事实上 我那个犹豫是因为牵扯太多 不是说哎呀 到底是怎么样而已 好感谢炫哥 不过刚刚炫哥呢 有一段话 我觉得超经典的 在经济学当中 有一个论点 那就是呢 已经知道的利空 不叫利空 我这几天也在思考 如果英国脱欧 对欧盟区出击那么大 那么为什么欧元 会走强走生呢 如果今天呢 这么样严重 欧盟会瓦解 为什么欧盟在开 整个二十八国大会的时候哦 欧盟主席讲话很大声哦 要滚 你快滚吧 叫英国滚哦 如果他没有准备好 再加上我们的彭总裁 他虽然担心L行 但是呢 也许总裁用心良苦 讲的是给林权院长 蔡总总听的 如果把话都给听下去的话 努力在财政政策上 努力加把劍的话 台湾经济转好 是不是股市就不一样了呢 以上言论 与您最佳分享跟参考 回到现场之后呢 就是我真的今天比较担心的 台湿集团在海外投资那么样的广 会不会就在越南遇到最大的困难点 上个阶段呢 听到宣哥在讲那个美国股市跟台股之间的关联性 当下呢我好有感觉 感觉的是唯独只有肺半 肺半的月还有包括了周 转折点都提早一点点 所以肺半哦 再给大家看一下 宣哥刚刚是这么讲的 因为肺半比别人早 所以现在呢依旧是 宣哥是多头排列没错吧 而且是超长期多头排列 十年以内各均线全部都是多头排列 你以为这番话就是这么一个简单带过吗 不是 肺半的多头排列 肺半的这样一个双脚表态 是不是就在预告 手牵手跟着我走吧 电子指数台股当中 来请看 今天呢台北股市当中的电子指数 你知道它有多猛 它的最高点冲到355.01 355.01哦 它越过了这个位置 是今年三月份的高点位置 这个都不要轻掉 您知道今年三月份的这个位置 是大盘什么位置吗 请看看 看到了吧 这个位置是8840 台北股市8840都还没有过哦 因为大盘现在是在这儿 才8700多嘛 但是电子指数已经越过了8840的高点的位置 难道没有所谓的意涵吗 清掉 这个不是偶然 如果今天看极限百分百 你就会知道了 原来要感谢2330这个大权王台积电 台积电呢 还原权值创历史新高 也就本提了 它在除息之后 三天快速的完全填息 填了之后 潘西继续往上冲 所以台积电 它绝对是带动电子指数 继续往上走的关键主角 因为它是陆队长 台积电电子指数跟大盘 请问伯杰三者之间关联性 好 这次很明显 电子指数创新高代表什么 代表电子是盘面的这个主流 那盘面的主流里面 电子的主流是谁 就是台积电 就是这个半导体的部分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 我想当然台积电的后市 是事关重要 对 如果台积电上不去了 那大盘指数可能在这里会停滞 为什么 因为金融跟这个传产 目前看起来补不太上来 没有跟上就对了 他们有跟上 但是他们没有那种领先性 也就是说 电子长到某个程度休息以后 金融跟传产是拿来电挡用的 对对对 那个是跑龙套 那个不是男主角 所以现在电子还没休息 金融跟传产就不需要出来扮演角色了 对他们就是适时的在盘中卡位而已 他们并不是主攻部队 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赶快看一下 这个外资对台积电到底最近有什么看法 这个高盛我觉得蛮妙的 因为高盛今天去调高的这个台积电目标价到180元 但是呢 如果你当过研究员你就知道 这个一档个股你写报告 除了目标价之外 你的买进卖出你也要写 当然啊 对对 也就是说这个你给他的平等是买进 还是中立还是卖出 对 你有看过研究员说台积电我非常的看好 目标价往上调高 但是我给他的平等是中立 今年他老不准嘛 大家就觉得说 哇现在你看看刚刚的字卡 180 说实在的 我就怕 因为高盛看了180又怕他只看得到 但是实际上价格根本冲不了 所以我们要感谢他台积电只看到180 然后投资平等只调到中立嘛 对不对 因为如果他全部都调得很高 然后他就那么容易错 那不就完蛋了吗 他很容易错啊 所以这180还会再高啊 然后他平等也很容易错啊 所以应该是买进啊 高盛刚才被当成过街老鼠这样打 赶快来帮他平反一下 看一下他的理由是什么 第一个 这个高盛的研究人讲什么 因为台积电平价已经满足了 就是达到他们之前看的这个目标 但是他们又认为后面没有那么空 那他想了一个办法吗 因为你这个报告 如果说你到了一个满足店 你要叫客户卖出的话 你一定要写说 这个台积电后市不好啊 我赶快建议你卖出 调降目标价嘛 可是目前没有 我问你哦 他的那个平价满足 所指的是不是 我的客户 我告诉他台积电有多好 但是呢台积电有多好 你买也不会买到天上去 所以该买2330的部位 高盛他们这些的VIP客户们 都买足了 所以他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 再叫他们继续买 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了 就是说你研究人在看一档 个股的时候 会有很多面向去评估 比如说他的本益比一开始给多少 那比如说他的股价目标区给多少 比如说他看哪些事件会发生 那可能这些东西 他之前预写的这些都有完成了 都实现了 所以他认为高盛到这里 评价算满足了 但是呢他又不认为说 这个股价会马上下来 可能还有一些其他新的突发因素 会让他股价上去 所以他只好这样去写 那因为他这个写 因为你要知道一个研究员 他还有绩效的问题 所以你不把目标价调上去的时候 可能他过了你的目标价 你的老板会追着你讲 你说这个目标价160 现在涨到180你怎么办 我只好写调到200 就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他只好用这种比较偷积的方法 那另外其实还有一些原因 他讲到因为高阶的智慧型手机市场满足 需求放缓 所以这个可能是台积电未来利空 再一个 先前他认为台积电会独吞苹果的这个订单 题材有 可是他觉得股价已经反映 但是你看他还强调 预测未来两年台积电 还是可以独吞苹果的这个订单 你看有矛盾 他说他认为反映独吞订单的这个题材 已经反映 但是他又觉得以后很好的 又是未来两年会独吞这个订单 这个你误会他了 他意思就是这一次的单子 他是独吞 以后的单子还是独吞 好像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演员 你这样看起来就是语无伦次啊 对不对 你的思虑不周啊 互相矛盾啊 这样到底是好吗 你也跟我说一下 好吗 这样两个就好了 对不对 对不对 这边又调高 这边又变中立 对啊 这到底是订单是反映啊 是放缓 还是说未来还能够独吞两年 对啊 颠三倒四啊 对不对 所以博吉你看完之后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我知道他这个叫鬼打墙 那我帮他找到理由 为什么他会 他会这样子鬼打墙的原因 我们往下一张字卡看 因为台积电在三天之内就填息了 对啊 那台积电为什么在三天之内填息了 我想理由绝对跟高盛讲的那些都无关 理由应该是在地点 热钱涌入啦 预期整个联准会不升息 没错 导致大家一哄而上 那一哄而上外资进来买什么 买你家最好就买台积电嘛 他只认识台湾的台积电 对他就先买台积电 买一买买到最后 这个研究已经不知道什么写报告了嘛 只好就在那个回圈里面这样子写 写到最后 炫哥就讲这都鬼打墙啊 就是我想问题是在这里 那但是呢 从这台积电三天填息的角度来看 你会发现到什么 外资在这里主导行情 而且他只买什么 只买龙头股 对 只买全职股 所以后面如果说 大家在看台积电三天填息的效应 能不能亦这个挥发出来 在盘面上的话 我想你要去看 产业具有龙头地位的个股 而且外资有买超的 这个可能是后面一个焦点 我好喜欢这个答案 今天的外资买超 完全吻合伯洁刚刚所说的每一句话 他大买了100多亿的台北股市 期货多单超过了六万八千多口 是不是多多少少 至少还有两三万 它是十多单 是不是呢 所以呢 看多台股网上的0050 台湾50 今天买超第一名 两万六千多张 伯洁刚有讲 请注意外资买超 都是产业的龙头全重股 电子的龙头台积电 然后呢 银行的龙头也算吧 张银 电子代工的龙头 人气的红海 然后呢 食品的龙头统一 水泥龙头台泥 关股行库的龙头 第一金 你看准不准 所以下一步呢 请问 就是能够顺着台积电 像他一样 那么样的快的 完全填席的 这样一个期待性的股票 存在吗 其实条件 你就满足两个就好 第一个 它是产业的龙头 第二个 外资最近有在买的 那买越多越好 那另外一个是说 如果这个你不想跟 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全值太大 好那也很简单 你要找什么 找次产业的龙头 然后第三季会成长 而且外资又有买的 比如说包含半导体的 苹果的 跟汽车相关 甚至在中盖的部分 我觉得这几个面向 这样去中和的话 你可以选择的标的 就比较多 那这里帮大家检视一下 就是说 七月开始陆续 都还没有除过全息 哪些龙头股 这个外资在最近有买 那殖利率也不会太差的 你可以发现到 这个包含像这个台化 宝城 甚至最近面板的这个友达 面板股特地讲一下 因为最近整个量 都在面板的上面 你看一下友达 友达在前两天的这个量 都爆出20万张以上的天量 如果你把时间拉长来看 你会发现 友达好像打出了一个 至少快一年的大敌 我可以问一下 最近到底谁在买面板股 买面板股的用意 是真的期待它 有填席的机会吗 好这个 第一个 谁在买 下面搭配外资 你会发现 外资在最近开始买了 外资有卖转买 对 好 再来 投信再放上去 投信 投信不是喜欢买中小型股吗 怎么会买友达 对不对 所以面板股 不好意思 我大胆假设 现在是7月 789是第三季 所以面板股是投信第三季开始初步阶段的任养股吗 面板应该是投信强短的标的 所以伯洁的叮铃 你得记住 友达是投信强短的标的 不是第三季的任养 不过说到友达 宣哥啊 您有感觉咯 对 我说 这个股市分析怎么会这样 八块钱的时候 友达被讲得一无四处 白贵没要来 大陆那个京东方要做的意 台湾没没出力 韩国又怎么样 台湾好像友达以后要投的行 但是我们拨拨看看 你看 你看到两个数字 对不对 友达 对 79.8历史最高价 对对对 八块零三历史最低价 对 你看它的巧合有多准 79.5毛最高价到最低 八块零三就是四月份 对 四月 我说我们台股的89个月转折是在四月 到四月这个位置 144个月 12年 从这边到 一月不差 对就这样 这是第一个